而另外看到中国央视最近透过了不少网络文字 还有新闻的直播发表台海近况的一个评论 这个内容总是离不开美台两边的关系暧昧 而央广的电台主编甚至引用了前总统马英九的话 前总统马英九说首战及中战 他们就拿来引用说明了解放军潜在的对台策略 首战及中战就是人民解放军一定会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 把这个问题很快解决掉 美台过从甚密之时中共气得用官媒发脾气 台海的问题上采取一系列的能挑衅大陆的方式 让大陆感觉你朝台独的方向越滑越远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美国的进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的时候 那么最终这一战很可能就难以避免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对整体的军事的情势都有严密的监控 近两天美军博客级神盾驱逐舰马斯廷号 直接在马祖东营岛现身 是过往最接近中国的军事部署 让中国再秀火力暗示随时开战 要放开 美方在南海腥风作浪 只会让中方更加坚定地乘风拖浪 8月16号美军一架B1B轰炸机被爆飞向东海 逼进东海航空识别区 美国当然它从国家安全上讲话 中国六位头号战略竞争队 美国对现在所谓的规则根本就是不征重 军事行动持续升温 解放军为反制美国南海部署 会在海南省的亚龙湾潜舰基地 被派到有潜舰进出洞库 极有可能是首度被派到 呼吁美军的对话策略 两国在汪洋南海上互相试探底线 台湾在大国桥立坚 就怕因着擦枪走火被榴弹击中 三连新闻灯文 尤家伟采访报报道